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国际法庭有意对俄罗斯提起战争诉讼罪 执行官员称 国际刑事法院计划就两起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战争罪案件发起诉讼 寻求对数人下发逮捕令 相关案件将指控俄罗斯绑架乌克兰儿童并将其送往俄罗斯在教育营 以及蓄意攻击民用基础设施 这将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提出的第一个国际指控 专家指示 普京也有可能被指控 这些案件进入审判阶段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因为俄罗斯不太可能交出自己的官员 法院不能缺席审理案件 其他乌克兰消息 乌克兰军方官员称 由于俄罗斯加强了攻击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村庄正在被抹去 俄罗斯表示 愿意延长允许乌克兰出口粮食的协议 但只能延长60天 此外 拜登宣布 将为数千名战争初期逃亡美国的乌克兰人延长停留期限 英国以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为由修改安全政策 周一 英国政府发表最新安全评估报告 强化了对北京的立场 同时强调了俄罗斯和伊朗构成的威胁 首相苏纳克将中国描述为对国际秩序的划时代挑战 并指出特别令人担忧的两个事态发展 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不断加深 以及俄罗斯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与伊朗的合作不断加强 顺西拳宇宙横扫七奖 杨子琼成亚洲首位奥斯卡影后 顺西拳宇宙斩获最佳影片等七个主要奖项 杨子琼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亚洲女性 尽管致力于多元化 本届奥斯卡仍应未能最佳导演奖项中提名任何女性受到批评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39度 摄氏4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40% 最高气温华氏51度 摄氏11度 最低气温华氏37度 摄氏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执政十年之后 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蓝图已经拼测完整 则标志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彻底结束 40年前 邓小平这位矮小惊悍的文化大革命倖存者 开启了一项行动 将中国从毛泽东治下的意识形态动荡中解脱出来 拥抱资本力量 并向西方打开中国大门 过去的一周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习近平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拆除了 邓小平构建的中国治理模式的根基 邓小平重建了集体领导制 以防止个人专政 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并提出党政分开的主张 相比之下 习近平取消了任期限制 缩减私营部门规模 并将中共以及他本人置于中国社会的中枢 中国人大代表大会与周一闭幕 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开始 左手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共全方位领导的变革 他为赋予中国共产党更直接控制中国金融和技术部门的权力 铺平了道路 并承诺将中央政府人员削减5% 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封闭的国家 转变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和全球增长的稳定推动者 现在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楚 那就是习近平治下的转变 标志着过去40年来世界所了解的那个中国的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潜在的重大的全球不确定性 党政分开是中国改革时代设计的一个关键特点 党 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一书的作者 悉尼外交政策智库 路易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力德说 习近平一直以来都说分开是多余的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观点被付诸实践 逆进行的改变与习近平多年的努力相一致 依旧是集中决策 并使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平行 并且只能交叠的党和政府机构系统变得更加高效 在过去几年中 他将一些政府机构 如负责政府公务员的机构纳入党的管辖范围 同时取消了对自己的任期限制 在毛泽东时代 从工厂到省一级 再到北京的权力中心 各级中共官员决定了一切的事物 结果是灾难性的 产生了步入歧途的运动 比如大跃进 大跃进造成了大规模的饥荒 在邓小平时代 中共决定让渡一定的控制权 共产党仍然是最高的权威 但是将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的许多实际工作 交给了政府 总理作为政府的实际负责人 被赋予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 而党的领导人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总理的作用已被削弱 一些官员开玩笑地将总理比作办公室主任 相比之下 前几任总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 时任总理朱镕基启动了重大经济改革 减少中共地方要员对中国央行的控制 朱镕基最初受邓小平任命协助制定经济政策 并因强力推行改革而赢得朱老板的绰号 当时中国央行所有省籍和地方分行被撤销 胜利9个跨省区的大区分行 后来中国最知名的经济改革者之一 长期担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试图采取措施 使中国央行更类似于美国联邦储蓄系统 美国有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分布在全国 但根据今年人大会议上公布的重组计划 习近平将把中国央行恢复到朱镕基之前的模式 取消大区分行 并在30多个地方设立地方分支机构 接近中国央行的官员表示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 中国央行可能不仅要听命于中共权力中心 还要听命于中共地方要员 这是习近平削弱中国央行自主权的又一句错 前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 现为纽约投资研究公司22v Research 中国研究主管的Michelle Harrison表示 从体制上看 中国央行似乎是明显的输家 监管权力可能还有政治权力都要有所削弱 习近平为他的第三个任期组建了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团队 其成员已对习近平忠诚而闻名 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官员已从领导班子消失 在前一个时代包含此类官员的领导班子结构 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 习近平正在恢复毛泽东时期的许多做法 即由党管理经济 把意识形态忠诚度的重要性摆在专业能力前面 前美国外交官新书过度扩张的作者谢舒立说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如何可能偏离和平崛起之路 这种待机变化反映出习近平优先考虑强化中国体制 以应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长期紧张关系 这与注重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的邓小平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许多人认为 李强不过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忠实支持者 而这位新任总理正在展现他的另一面 据知情人士称 自从去年秋天成为中共领导称二号人物以来 李强在推动中国取消新冠清零政策 以及将政府工作重新聚焦于经济增长上 发挥了阻挡作用 这一举措在企业家投资者和政治分析人士中 引发了谨慎热观的情绪 人们认为他可能可以对其上司习近平施加影响 对一些政策起到缓和作用 问题是这种影响能够延伸到何种程度 以及能够持续多久 在中国除了习近平 没有人能比李强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未来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力 星期六 中国全国人大橡皮涂装式的投票之后 63岁的李强被确认为新一任的总理 此前他曾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市担任市委书记 他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忠实的用户者 在命令下会积极的执行中央政策 但他也是一个亲商务实的人 有意愿试探党的政策边界 过去中国国务院总理对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 担任总理 他精简了国有部门 培育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并引领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但李强担任总理之际 这一职位已经不同以往 习近平治下的总理权力和威望都下降了 随着习近平不断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刚刚离任的总理李克强的影响力被削弱 中国上周宣布 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 这表明该国不再将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事项 在宣布这个相对保守的目标前 中国去年的实际增速是3% 这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私营部门遭到打击 拖累了经济增长 与历任中国总理不同 李强在去年秋季进入中国政治局常委之前 没有担任过国家级的职务 由于他缺乏经验 而且自2000年代以来 就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都猜测 他大概会在习近平手下扮演唯命是从的角色 我确实认为李强是个绝对服从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发挥影响力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 乔治·马格鲁斯说 李强是一个执行习近平意图的代理人 也许是一个有效的代理人和对话人 但是他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也不会说服习近平带领大家 重回世界市场改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该机构负责与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 相关的新闻事务 据知情人士称 在过去几个月里 李强在制定党的一些最重要的角色方面 发挥了领导作用 他凭借习近平的信任 撤回了一些可能对中国经济 造成更持久损害的政策 党的高层官员通常要等到 他们在政府的职位确认后 才能履行新的职责 但李强介入得更早 他从去年年底推动中国取消新冠清零起 就对一些政策产生影响 据一些知情人士说 李强于10月被任命为党的二号人物后不久 就接替李克强担任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当时习近平已经决定朝着重新开放的方向迈进 尽管他对如何快速完成这一工作仍持谨慎态度 据熟悉此事的人称 由于担心政府没有能力遏制住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以及担忧反复的封控影响中国已经困难重重的经济 李强和一些领导层同僚 游说加快取消新冠清零政策 这些知情人士说 为了达成目标 他们考虑了习近平的民族自豪感 劝戒说新冠清零政策削弱了中国与美国竞争的能力 他们援引了苹果公司代工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郭台铭 给中国领导层的一封信 信中警告说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威胁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被说服为富裕的南方省份广东开了旅灯 以测试更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方法 这些方法类似于2022年春季李强在上海的短暂尝试 但随着疫情恶化 当时的尝试被废止 这些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包括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扰 并尽可能对保持城市开放 同时在感染程度较高的区域 实施不同程度的管制和风控 11月下旬 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 此后不久 广东省省会广州取消了所有的疫情管控措施 一周后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疫情管控 据熟悉这项工作的人说 在努力寻找一条退出清零政策的道路时 李强展示了他与其他高层领导人有效的合作能力 他们说 在试图重振中国经济的努力中 他也发挥了同样的能力 在广泛的经济政策方面 李强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负责人何立峰的帮助 何立峰于去年10月加入了由24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他们共同领导了一项计划的起草工作 以便从重监管转向鼓励经济增长 11月 政府实施了旨在提升住房供给和需求的措施 放松了之前的一些贷款限制 李强和何立峰还建议中国监管机构 放松对互联网巨头的管控 以增强商界信心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您的健康远超于您的医疗需求 所以您的健保计划当然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同时符合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 那么惠安娜计划可能每年给您1500美元 帮助支付必要费用 例如符合条件的食品杂货 租金和水电费 非处方药品或您的手机费 您没有花掉的钱可转入下个月使用 您全年都无需为承保的处方药品 支付费用 还可能享受免费的就诊交通服务 惠安娜计划 专为您的终身而设计 请拨打800-216-5813 恰询惠安娜持照保险经纪人 以了解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详情 惠安娜更人性化的医疗保险 惠安娜是coordinated care计划的一员 持有联邦医疗保险 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 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 需使续约情况而定 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 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3年3月13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批准了大规模的柳树计划 也就是将在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斯加州北坡进行开采 这项决定迅速引起了环保人士的谴责 他们说 这破坏了拜登把美国引向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承诺 拜登总统批准原有生产商康飞公司的柳树项目 将允许该公司在三处地点开采 最多可达199口邮警 不过他拒绝批准在其他两处地点开采 而康飞公司则同意放弃 目前在阿拉斯加拥有的大约2700公顷的土地租约 阿拉斯加是位于美国最西北端的州 在宣布这项决定的一天前 拜登政府宣布了保护该地区原野的措施 禁止或限制在该州其他地区和北冰洋进行开采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其年度仇恨犯罪报告的补充报告中表示 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急剧上升 创下近11000起事件的历史新高 根据更新的数据 2021年报告了10840起仇恨犯罪事件 比前一年报告的8263起增加了31% 联邦调查局此前根据不完整的数据 将2021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定为7262起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布莱文表示 仇恨犯罪的年增幅是30年多来最大的 莱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代表着我们所处的可怕的新时代 多年来一直处于历史高位 并在2021年打破了记录 莱文认为 种族仇恨犯罪的激增 推动了仇恨犯罪数量的急剧上升 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率上升14%至3277起 针对亚裔的偏见事件飙升167%至746起 而针对白人的事件上升27%至1107起 奇幻戏剧片《顺兮全宇宙》成了 周日夜晚美国电影科学与艺术学院奖 也就是奥斯卡奖的颁奖典礼的最大赢家 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七项奥斯卡大奖 著名影星尼可·基德曼宣布了 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得主 《顺兮全宇宙》 导演关家勇和丹尼尔·施奈特是大学时代的好友 他们凭借这个讲述一个亚洲移民家庭 被传送到平行宇宙的疯狂故事 获得了奥斯卡奖 马来西亚出生的60岁的华语明星杨子琼 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顺兮全宇宙》还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奖 杰米里·科蒂斯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他在台上感谢了他的粉丝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政府针对两家大银行倒闭采取措施 以遏制可能出现的潜在危机之后 星期一就银行系统的问题发表谈话 美国人民和美国商家应该对他们的银行存款 在他们需要时可以随时提取保持信心 拜登在星期天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坚定承诺将对造成这次乱象者全面纠责 并继续努力对大型银行加强监督和监管 从而避免再次出现目前的困境 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加州硅谷银行和纽约签名银行的存款者 星期一可以动用他们的所有资金 监管当局还表示 解决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问题所受的损失 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财政部发表声明前 金融监管最高当局的官员曾开了一次会 声明指出 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向其他银行提供了一项紧急借贷计划 以便为更广泛的银行系统提供额外的稳定性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上周 金县行政长官当康斯坦丁在他的年度现行咨文演讲中 提出了他今年的拟力计划 他计划解决的一些问题 包括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和增加心理健康资源 执行官康斯坦丁还希望重新开发西雅图市中心的七个街区 作为领利的公民校园计划的一部分 该提案可以将一些财产开发成为商业或者住宅建筑 并将封闭的行政大楼交给Sung Transit 该提议还意味着西雅图市中心的监狱可能会被关闭 那些在监狱里工作的人有顾虑 新县惩戒中心的主席丹尼斯福克向康斯坦丁行政长官发出了一封信 反对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关闭监狱 福克说这项提议是在社区面临创纪录的犯罪律 和监管面临人员配置危机之际提出的 福克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容纳收下危害社会罪的人 但是在没有替代计划的情况下 任意关闭监狱 我们反对这样做 经济天 太阳下山晚了一个小时 但是下雨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 好消息是春天般的天气即将来临 据气象预报说 到本周五 我们将在春天般的阳光和华氏60度的高温下 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西雅图警察局周一宣布 西雅图公园和娱乐工作人员 上周在贝尔谢巴公园 发现的一具人类头骨 显示有犯罪迹象 已被裁定为凶杀案 头骨是在3月8日星期三早上被发现的 当时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公园围栏区域的灌木丛 警方将头骨运送到金县法医办公室 进行进一步分析 验尸官发现了受害者被刺伤的证据 并裁定死亡是他杀 西雅图警察局凶杀案 侦探将领导调查 任何知道此案信息的人 都可以拨打206-233-5000 联系SPD暴力犯罪举报热线 根据京县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的数据 西雅图周围无家可归者搜容所的 可用床位少于之前的估计 目前避难所只有五个空缺 Honeyhouse Village的空缺为零 该地区二月份预计避难所的空置率是22% 管理局计划本周开放68个新的住房单元 作为清理华盛顿州高速公路附近营地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住房单元将提供给住在西雅图I-5附近的三个优先营地的人 一个住在运河桥下 两个住在唐人街国际区 哥伦比亚大厦有69层高788英尺 是西雅图最高的建筑 周日约有2000名消防员爬上顶层 为血癌研究和患者服务筹集资金 该活动被称为白血病和淋巴癌协会消防员爬梯比赛 在32年的运作中 他们筹集了超过2400万美元用于癌症研究 来自37个州 加拿大和法国的消防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参与者总共爬了1356级台阶到达塔顶 平均参与者需要18至24分钟到达塔顶 今年最快的爬梯者费时不到11分钟 自2022年7月的房地产市场高峰以来 美国已经失去了58个百万美元城市 这些城市的典型房屋价值是100万美元或者更多 对于潜在的各房者来说 百万美元城市的典型房屋平均下降了11万4500美元 但西雅图地区的城市情况并非如此 西雅图地区此前拥有17个百万美元城市 在失去Snowkomi和Bosso后降到了15个 2022年底抵押贷款利率飙升的时候 供需双双下降 很多购房者根本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 纷纷涌向了房价较低的地区 下令时取消了星期六晚上一小时的睡眠时间 人们纷纷争论拥有额外一小时的重要性 Harperview医疗中心的睡眠医生沃森说 减少一小时睡眠确实会对人造成伤害 下令时候人们平均少睡40分钟 这会影响我们几个星期 有人可能会说 但当我们进入冬至时时 我们会睡得更多 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在秋天多睡一个小时 它会增加心脏病发作 中风 心理健康受损和事故的发生 各种不良影响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39度 摄氏4度 明天多云 降水概率40% 最高气温华氏51度 摄氏11度 最低气温华氏37度 摄氏3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 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更新版的COVID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 包括针对严重疾病 住院治疗和COVID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 如果您上次接种COVID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 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 请到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COVID疫苗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此广告由美国卫生结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们开始今天的冥想了 首先做几个错影练习来提醒我们 为生活努力的同时 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 请断纤你的McCafe Ice Coffee 闭上眼睛 呼气 感受内心的满足 我们邀您来McDonald's享受休闲时光 现在任何口味的中杯McCafe Ice Coffee都只要两块钱 价格与参与活动的店家有所不同 不可以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先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3月14日3点45分 一甲第26轮AC米兰主场1比1占平 萨纳尼特级 萨纳尼特纳 第45分钟 本纳塞尔发出右侧脚球 吉鲁投球铺门 米兰1比0 第61分钟 布拉达尼奇 左路横船 布拉纳无人看守轻松推射铺门 1比1 北京时间3月14日 NBA官方公布了最新的实力榜排名 熊鹿继续排名榜首 太阳仍排第7 勇士跌出前史 胡人生至第18 具体排名如下 第一名熊鹿 第二名凯尔特人 第三名76人 中国女拼主教练马林林郑指挥犯大错 新加坡WTT大满贯 国拼女单三元大将出局 分别是陈梦2比3赋于萨玛拉 王一敌2比3赋于平野梅雨 分析其1比3不敌法国老将袁迦南 在王一敌开局连输两局 追到2比2平进入决胜局之后 又以8比6领先 关键节点马林的临场指挥 似乎出现小问题 他要求王一敌坚定继续加质量 在比赛中应对平野梅雨的反手时 显然也大意了 U20亚洲杯四伏之一决赛 U20国足通过加时赛1比3 不敌韩国队无缘世青赛 赛后媒体人徐江发文称 想对这些小伙子们说一声谢谢 徐江在个人微博中写道 国庆加时赛时输给韩国无缘世青赛 很想对这些小伙子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在中国足球坠入低谷的特殊时期 你们的咬牙拼搏奋勇勇前进 不抛弃不放弃的比赛态度 带给中国足球一丝亮色一抹春意 最近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90.90点或0.28% 报收于31819.1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9.96点或0.45% 报收于11188.84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5.83点或0.15% 报收于3855.76点 COMEX黄金期货下降7.20美元 报收于美昂斯1909.40美元 WTI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74.14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80.09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24396.75美元 截止到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27.90点 报3240.79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4.51点 报收于19421.46点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530.32点 报收于27302.64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7.21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表示 银行系统是安全的 他强调了为限制硅谷银行倒闭影响 和增强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而采取的措施 拜登在电视讲话中说 多亏了我的政府过去几天的快速行动 美国人可以相信银行系统是安全的 拜登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篇 联邦监管机构宣布采取紧急措施 在硅谷银行倒闭后 为该行存有的资金的所有储户提供担保 股票交易员们现在预计美联储将暂停加息 西货市场投资者表示 在美联储下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不加息 上周他们曾经预期美联储将加息半个百分点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基准利率将再上调一次到4.7%左右 然后在年底前下调到4.25% 该政策利率目前位于4.5%和4.75%之间 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将衡量市场波动性的一项指标 推至五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在美国监管机构本周末采取行动 限制硅谷银行倒闭的影响后 VAX周一早些时候升至27.81 有可能达到10月以来最高收盘水平 投资者还纷纷涌入政府债券和黄金 这是风险厌恶的另外迹象 VAX指数通常被认为是投资者 对未来30天股市动荡的预期的晴雨表 在交易界被称为华尔街的恐惧指数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小曼和小源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行文 雪涛 柯宇帆 俊宏和小源 得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iad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 手机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家旅途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云一